美国海军在南海要五两位此前,有国外媒体报道,美国派出两艘军舰到南海挑衅中国,面对美国的挑逝,中国海空军火的出击,随着这次结局的曝光, 中国的反制也让国人彻底战犯了,原来在中国海空军的绝对优势下,美国编队就这样被一招制敌,只好信心而归,对此,西方专家称,南海在中国的控制下,已经成为铜墙铁壁,美国盲目挑衅只能是自讨骨吃,此次入侵南海的美国军舰是两艘宗斯顿舰,前一行为美军主力巡洋舰, 后一行为美军主力驱逐舰,这艘巡洋舰是美国第一款装备宙斯顿系统的大型水面舰艇,同时也是第一款待在垂霸系统的军舰,下面有122个导弹单元,下面可以携带多种功能的导弹, 主要弹主为对空导弹,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这行舰搭载的宙斯顿系统,是美国为防止苏联导弹饱和打击研制的一对空反导系统,核心是电商搭载的,先进雷达, 这款雷达采用相控阵技术,具备探测距离远,探测的精度高,对多目标的跟踪能力强,并且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,靠这部雷达, 这型军舰可以360度无磁角探测,能同时应对12枚导弹的宝核攻击,这型巡洋舰队接近万对,除担任这次编队的旗舰外, 它还是美国航母编队的机舰与指挥舰,也是两栖编队的主要指挥单位,上面搭载非常先进的通讯系统,可以完成舰队的通讯与指挥, 并且,上面搭载远程巡航导弹,它也是对地打击的主要单位,这型舰在服役中也是劣迹不断,最恶劣的是,就是曾击落过一架无辜的伊朗客机, 055型万吨驱逐舰,另外一艘驱逐舰,是美国的第二代周斯顿战舰,也是美军的主力战舰,排水量也在9000吨以上, 由于这型舰更新,装备了更多的电子设备,所以信息化水平更高,综合作战能力更强,这型舰还大量装备盟友,比如日本和韩国都装备了这型舰, 这型舰正常情况下,是伴随航母作战的,在航母编队中担任务为任务,但也可以单独执行任务,功能非常全面, 随着中国055型驱逐舰服役时间力需近,这艘12000多的中华第一舰,一旦入役海军,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优势将荡然无存, 由于055多位更大,上面带在112个导弹单元,虽然没有美军的多,但055的坑更大更深,所以携带的弹种更为多样,并且,055带在新型雷达,对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,所以055是未来最强水面战舰是毋庸置疑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